女星蔡上化在23号下午开车经过阳津公路的时候 是差点发生了车祸 可以看到画面上有一部车跟她的车是高速的插肩而过之后 撞伤了她后方的另外一部轿车 整起惊险的过程也被蔡上化的行车记录器给拍摄下来 而她也把这个过程po在翠上面表示 当下的这个务势非常的大 也附上另外一段影片 可以看到当时阳津公路上的雾真的非常能见度很低 而这一个轿车的驾驶就高速的开过她旁边疑似是转弯失控 而警方表示这起车祸造成一名69岁的女驾驶受伤送医 另外一名男驾驶则没有受伤 双方九侧只是零 而这惊险的过程也实在让女星蔡上化是虚惊一场 还好没有受伤 超漂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